三十車駕駛肇事前畫面曝光 他一下摸鼻子 一下稍稍癢 一下又挖耳朵 還不斷的朝左望向窗外 一次 兩次 三次 回過程發現前面 砸到已經在排隊 煞車都來不及 直接撞上 車上物品四處飛散 他則是伸長脖子看一看 一臉無奈 那是怎麼回事 小貨車被煞車追撞 夾在兩部車中間 車頭硬生生被夾扁 駕駛被救出時 失去神明跡象 宋醫搶救仍然傷重不治 家屬事後看到事發影片 除了難過更是氣憤 死者家屬痛批肇事駕駛開車 不注意車前狀況 卻是不停的往窗外看 車禍撞死人 態度還相當消極 甚至沒有一句道歉 就只有什麼 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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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難過 生氣 生氣 再生氣 家人說死者料性男子 今年33歲 出生後因為父母離異 被送到屏東外婆家 4歲後才接回台中 由姑姑一手帶大 兩個人感情好的 就像自己親生兒子 當天他開著貨車 幫忙家裡外送海鮮到餐廳 沒想到遭遇橫禍 如果他當下 他把人命當人命的時候 我想他開車不是這個態度 死者臉書照片 全家人24號才聚餐 慶祝爸爸60歲生日 歡樂的回憶還這麼清晰 卻突然傳來 他被撞死的訊息 也難怪家屬氣氛難平 要求造勢駕駛 能給家屬一個交代 聽篇新聞玲瓏市台中報導